为了更直观的看出五台车的绿震表现呢 我们在车内放置装满水的高脚杯 看看挑战百米减速带之后 谁的剩余水量更多 也就意味着谁的舒适性和绿震性表现会更好一些 大家可以先无奖精彩一波 请不吝点赞订阅 接下来呢公布答案 排名第一的是起源A05 升余水量是270毫升 倒数第一 拨镜头和拨减速带的画面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车身的颠簸和跳动是比较明显的 底盘会有一些松散的感觉 表现呢着实一般 倒数第二的是风云A8 剩余水量280毫升 这个排名呢倒不是因为风云A8底盘不行 主要是相对另外几款车 它的底盘调教还是偏硬了一些 体感以及底盘整体性呢 还是要比起源A05号太多了 排名第三的是武林星光 比亚迪轻普拉子DMI排名第二 虽然底盘结构呢不如武林星光 但整体的调教更软更舒适 剩余水量330毫升 银河L6的表现就很惊艳了 剩余水量达到了390毫升 几乎是没怎么洒出来 底盘绿阵还有高级感上面呢 是做的最好的 剩余水量达到 Perfect 参cido 马上 PRESLå